我們繼續看 Jen 68 講義 1931 頁 剛剛提到 如果我們想說法 但是一下子沒辦法及時說法 這個是菩薩摩世 另外在開頭講義 1924 頁 提到說法的時候另一種模式 是樂說變突然升起 這個也是菩薩摩世 論這裡說得更精彩 就問 如果你說法說不上來 沒辦法及時現前這個是模式 如果馬上現前 為什麼是模式呢 論這裡提的非常有意思 他說法師愛法貪著法 就是對法很執著 他是為了求好民生 自治樂說無有義理 他只是管他自己想說 人家想不想聽另外一回事 他自己想說他就滔滔不絕地說 他用我們一般講的話 說到嘴角轉破 但是底下人根本不想聽 別再說了 但是他自己還是 不管聽者的反應如何 他自己滔滔不絕還是一直說 說的內容 那說的內容 卻沒有義理 就是他沒有內涵 不合乎佛教的義理 就是沒有阻止 沒有他的義趣道理 下面這個批語很妙 如義馬難治 像脫江之馬 奔逃的馬 難以克制 難以制服 很難駕馭 又如大水暴漲 眾會混雜 我們聽法應該是乾露水 很乾美清涼 對不對 這個慢慢的水 一點一滴 非常讓人家歡喜 他不是大水暴漲 不是乾淨的水 都是又混濁又污秽 整個衝下來 當然人家受不了 這樣的熱縮便 即使你說了再多 沒有意義 所以這個也是菩薩的模式 事故此中佛自說 菩薩行六度 如果樂著說法 又沒有義理的話 那就是菩薩模式 以上是說法時候的模式 接著書寫的時候 菩薩模式 它是為了破煩惱 我們修學菩薩有智慧 就沒有煩惱 那有菩薩的妙智慧 它讓我們誤得眾生空 法空 來破除一切煩惱 它本來是用來破煩惱的 未破焦慢故出而出現 但是我們現在書寫波爾經 卻產生了我直的心 卻產生了焦慢心 一有焦慢心 那就趾高氣揚 趾高氣揚 顯得焦慢 自滿 這個就是傲慢 傲慢 那就是菩薩的模式 另外書寫波爾經的時候 起了輕慢心 稱心 細笑 不莊重 不恭敬 這個都是模式 複製波爾波密 如果我們一心 非常色心 想要得波爾法位 想要成就波爾都不容易 何況是散亂心來書寫 我們很專心 希望能夠都沒有錯誤 很快把它寫完都不容易 何況是散亂心來書寫 另外是在解釋前面的各個不合合 我們在書寫的時候 之前是有人 是 背誦 口說 他把它抄寫下來 如果一心合合 才能夠 抄寫 如果 授予的人 他 不給 他 不背誦出來 或者是 他有經本來不給你傳操 種種因緣不合合的話 那 波爾經也是書寫不成就 那就是 不能成就波爾 那就是菩薩摩世 再來 一 受詞讀誦 清淨正義念 來辨明模式 這是在解釋前面的19251 第三 六種模式 第一個 是不得精中滋味 觀看波爾經史 有的人他 不了解波爾法義 認為每一品都是說空 一點樂趣都沒有 他心裡想 我對波爾經不得滋味 他得不到法味 那就捨去了 那其實波爾波爾蜜 是一切諸樂根本 波爾 他有智慧 有智慧 我們修種種善法 可以得人天福樂 對不對 如果沒有智慧 造作惡業 到時候是受苦的 三惡到苦 我們有智慧 從五聖共法來說 他可以得人天樂 那波爾 他可以讓我們去除貪欲 撐 又能夠了解 修禪定的方法 那就可以得禪定樂 他能夠斷我職 不起我見眾生見 那可以得到解脫樂 他能夠自度度他 莊嚴佛淨土 可以得到無上菩提樂 所以波爾波爾蜜 是一切諸樂的根本 問題是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理解 有沒有辦法去實踐 如果能夠理解實踐 這是眾樂都可以得到 可是很可惜 有人不能夠了解 不得其法慧 卻捨棄了這個眾樂之本 波爾波爾蜜 那就是摩世 賦世 受詞讀誦 其說正義念的時候 其嬌慢 其細笑 其散亂心 而不和和 這個都是菩薩的模式 共相親密 從人受詞 波爾經 或者讀 背誦 正義念的時候 師徒 師父徒弟 師父弟子 互相親見 那 你這樣的話 波爾就不成就了 書寫的時候 但有捨棄 互相親見 這個是在講前面 書寫跟受詞讀誦的模式 不一樣的地方 像1926頁的第四 有一個共相親密 這是在談壽詞讀誦 有這麼一項模式 但是1925頁 書寫的時候只有五種 缺了這個共相親密 這一項的模式 論 還有留意到 經與論 這邊的不同 底下 別是不得精忠自衛便捨去 違約 那麼 上面種種模式當中 為什麼只問 不得精忠自衛 而不問其他的呢 答曰 波爾波爾密 聖人所說 與凡人說 是不同的 是故凡夫人 不得自衛 凡夫他不瞭解 這個聖波爾的意義 不得法衛 西伏的意思是說 波爾波爾密 他是清淨的珍寶具 波爾波爾密他是大珍寶 他含長了一切善法 可以利益很多的眾生 他沒有過失 這樣的大珍寶沒有過失 但是為什麼有人不得滋味呢 佛回答 為什麼聽波爾不得滋味 佛答 因為他們過去世不久修六度的關係 我們剛剛也提到 就是有的人很容易信受波爾 他具備幾種 過去世的因緣 就是九修六度 多清淨諸佛 多重善根 但是他過去是不久修六度 又不多重善根 所以他信盡念定慧 這個五根 五種善根 他就淺薄了 這不多重善根 這個善根就淺薄 善根一淺薄 他就沒辦法信受空無相無作 他也沒辦法信受五一之法 五一之法 就像涅槃 心形觸滅 也已盜斷 這是五一之法 或者是必經宮 波爾不羅蜜 這個都有同樣的特性 因為不久修六度 不多重善根 善根淺薄 擾亂興起 他這麼說 佛是一切智者 那為什麼不為我受濟 為什麼不跟我受濟呢 他想沒有為我受濟 我聽了也沒用 那就捨波爾而去 其他幾個傲慢 細孝這個比較好了解 所以就不再討論了 不再詳細解說了 須比問 那 佛為什麼不為他受濟 不為他受濟 他就要離開了 那佛是大慈大悲 應該防護其心 不要讓他離開了 造惡 多惡道 佛應該起憐憫心 為他受濟才好 為什麼不為他受濟呢 佛回答 要得到佛的受濟 必須 他因緣要具足 他必須要入法位 要入正性離生 如果一個人還沒入正性離生 佛就為他受濟 那會產生什麼樣的弊病呢 下面就解釋這個原因 所以 隨者和 諸佛 雖然 非常了知眾生 過去久遠的事 那有武通先人 還有諸天 看到這個人 他其實還沒有 善根福德因緣 具足 他還沒有入法位 竟然得到佛的受濟 就是說武通先人跟諸天 他們壽命很長 他們壽命很長 可能他們在 壽命這麼長的時間 看到這個人 根本都沒有種什麼善根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佛為他受濟 那會引起這武通先人 還有諸天的懷疑 他如果佛為他受濟的話 他就會對佛產生清慢心 不恭敬 不敬信佛了 心裡會產生一個諧疑 說這個人根本沒有得受濟的因緣 為什麼佛要為他受濟呢 所以要入法位 那佛才為他受濟 那不說菩薩名字深處 既然沒有為他受濟 就不會說這個人將來 他的名號是什麼 他的佛果是什麼名字 在哪裡成果 就不說了 那這個人他離開 捨棄般若離開了 他起多少念 每起個念 那就退失一劫的功德 受罪 受罪 結束以後 再得人身 那不斷地精進修行 才能夠回復 他原來所修的功德 好 底下 有提到捨棄般若經而學二聖經 這個也是菩薩模式 下面有好多個屁語都是表達同一個意思 第一個捨棄根本而攀枝葉 如果菩薩學余經 余經 這個論和解釋 就是二聖經 或者其他外道的經 經論 而捨棄不如經 而捨棄不如經 就不能夠到達薩伯若 薩伯若就是佛的一切智 菩爾薩密 他是為引導 以菩爾為導 射導萬行 寒涉一切善法 一切具足 才成就佛的一切智一切種智 那你把這個引導都拿掉了 那沒有人引導了 這樣的菩爾捨棄的話 就不能夠到達佛的一切智 所以如果捨棄 菩爾這個根 而攀枝葉 攀枝葉就是 比喻其他的二聖經典 或者外道的經論 捨本求末 那這就是菩薩的模式 那什麼是余經呢 那就是生文所應行經 生文的經典 主要是談論三七套品 三解脫門 依著這些法門得到滅盤解脫 而修這些法得到出二三四果 這是名為生文所行經 那他們只掙著生文的小果 不能夠得到無上不離的大果 那為什麼學菩爾經 能夠到達佛的一切種智呢 這裡提到 波爾經中 能夠出生諸菩薩 能夠成就世間一切善法 還有出世間的一切功德 所以學波爾的時候 也學世間一切善法 學出世間的一切功德 那如果捨棄波爾 而學其他的經典 就像狗 他不跟大家求食 這個大家 不是我們大眾的意思 這個大家就是仆人 對主人的稱呼 就是主人的意思 狗他不跟主人要食物 反而跟工人仆人求食物 就好像三男子善禮人 他捨棄了聖波爾而攀枝葉 去學二聖所行經 那就不能夠得到佛的一切種智 下面一詞類推 有的人他看到像以後 結果捨棄相 反而去看像走過的足跡 應該是像比較尊貴 你看像走過的足跡有什麼用 他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這個人 是不是聰明有智慧 修儀說那是沒有聰明智慧的 那得聖波爾又捨去 跟這個一樣 再來有人遇見大海 看了之後 反而又找牛積水 像牛走過去 可能有個凹痕 那上面能夠裝的水 當然不太多 他這樣想 大海水能夠跟牛積水相等嗎 大海水有這麼大嗎 有這麼廣嗎 這個人聰明嗎 當然不聰明 再來有人遇做地勢殿 可是他卻去度量日月供殿 規則規則就是度量 就是衡量 測量 那第四供殿非常的大 我們請看角度八十九 城中有第四殿 這是蘇聖殿 他高有四百尤巡半 尤巡那是距離的單位 周雜千尤巡 我們看那個周圍就好了 周雜千尤巡 那日月供殿 請看角度 住九十二 月供 他後五十尤巡 周圍才一百五十尤巡 跟這個第四殿的千尤巡 簡直不能比 太小了 那日供 那日供呢 他的周圍一百五十三尤巡 跟第四的千尤巡 也不能比 這個就是譬喻 如果你要想做大殿 可是你去找那個小的來量 那當然不聰明 捨棄大的去求小的 所以如果未來是有福 浮得淺薄的三人子三人人求佛道 那得身薄的又捨棄 那是沒有聰明 智慧不夠的人 再來第六 不是轉輪聖王 而取小王 轉輪聖王 這個很難得出世 那是統治四大洲 虛弥山四大洲 但是 卻不想要見轉輪聖王 只是想要見著諸小國王 像南延伏提 南善部州就很多小國王 這個都還很小 應該 是找那個 大的轉輪聖王才對 才是聰明的 第七 舌百未食 反食 拜犯 拜就是不良的 不好的 不好的 那個飯 羅史這裡的翻譯 是說 譬如一個饑餓的人 他得了百味食 卻捨百味食 而反而去吃 六十日穀飯 這個六十日穀飯 可能不太好懂 我們或許會認為說 這個飯可以吃六十天 但是如果是吃六十天的話 或許有人會想 那我即使不要一餐 把這個百味食吃光光 至少我還可以吃六十天 他這樣的盤算 也不能說他不聰明 不過這個六十日穀飯 在放光般若 他是說 舌百味而食六十味 這個放光般若是這樣翻譯 我們對照了一下範文本 範文本這個六十日穀飯 他是講六十天的飯 那有一位教授 康恩子教授 他的註解 是下列且不新鮮的飯 如果說依這個教授的理解 或許這個六十日穀飯 並不是說可以吃六十天 可能放了六十天 不新鮮的這個飯 你百味食不吃 去吃這個下列不新鮮的飯 另外範英字典 是說 六十日穀飯是指 漲得很快 六十天就 六十天早熟的飯 這有點 等於是說 本來應該 時間更長久 慢慢成熟 但是他提早成熟了 就比較劣質的 不好的 的飯 從這樣來 來跟百味食來 相對 或許 比較恰當 也說不定 總之 就是飢渴的人捨去百味食 可是 確實 只是吃這個下列不新鮮 或者是比較劣質的米飯 那當然是不聰明 那又有人 得了無價的如意寶珠 反而 去找類似水晶珠 跟水晶珠 等同的這些寶物 那這個跟 無價的如意寶珠不能比 摩尼珠他是隨個人的心願 你想要什麼 他就出現什麼寶物 你捨棄他 去找這個水晶珠 當然是不聰明 好 以下 書寫波爾時 勒說不如法式 視為魔式 求佛道的善男子善女人 當他在書寫聖波爾經的時候 勒說不如法式 他書寫應該專心書寫 可是他又勒說這些不如法式 害得波爾經寫不完成 那什麼是不如法式呢 他勒說的不如法式是什麼呢 我們請注意喔 這裡有個問題 請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 他勒說 色聲相位觸法 前面 就是 五臣 五臣又稱為五欲 那後面還有法 這個就是六觸 或者是稱為六臣 那勒說 持戒 禪定無色定 還有勒說六度 勒說上其道平 乃是無上普提 好 這裡面就有個問題 這個論 有人提出來 如果我不說五欲 這個還好 那我來說戒定慧 我來勒說六度 我來勒說無上普提 這有什麼不好嗎 為什麼勒說六度 稱為不如法式呢 這裡有個問題點 這個地方請大家先思考一下 底下經又說 何以故 波爾薄密中 無勒說相 這裡 從經的角度來看 十相波爾 他是心形楚面也以道斷 他是不執著任何的相 他是必盡空的 波爾薄密 他是不可思議相 你想想想不到 用言談議論文字表達也議論不到 他不可思不可以 他是不生不滅 不構不敬 不亂不散 他是無說相 你不是能夠表達出來的 言語道斷 無言無意相 言就是言詞 意就是言詞所表達的內涵 波爾薄密 無所得相 他是必盡空相 所以波爾薄密 沒有種種的相 既然沒有種種的相 你怎麼 可以去執著說 我在說界定會的相 我在說六度 也就是不能執著 那個六度的相 或者是界定會的相 等等 要以無所得 來說波爾 不要執著那些相 如果執著來說 那就是說不如法事 求菩薩道者書寫波爾經時 因為勒說不如法事 擾亂他的心 害得這個書寫波爾經不能成就 那就是菩薩模式 第六 於波爾執著無所有 執著文字或者執著無文 沒有文字 這個都是 模式 首先 顯波爾 至性無不可書寫 我們波爾波羅蜜 有文字波爾 有觀照波爾還有實相波爾 這邊 這邊須布里先請問 波爾波羅蜜可以書寫嗎 佛說不可書寫 這個主要是從實相波爾來回答 實相波爾 那是談諸法實相 心形處滅 原以道斷 實相是沒有辦法書寫的 何以故 波爾波羅蜜 它是自性無 就是自性無所有 它是必進空 其他的五度也是如此 乃至一切種子也是自性空 如果自性無 那就不明為性 無法不能書寫無法 波爾波羅蜜 但是自性空無所有 那怎麼可以書寫呢 無自性的法 怎麼能夠書寫無自性的波爾 好 那有人又執著了 這無所有 經說這個也是模式 三男子三女人做十年 無法是生波爾波羅蜜 他執著 波爾波羅蜜是無所有 他認為都是無所有 所以也不要抄寫了 那這個又執著一邊 取著無所有 這個也是模式 有時候是他自己偷懶 他說這更是自性無所有 還用寫嗎 取著無所有 這個其實也是菩薩模式 再來 執著無文字來書寫波爾 或者執著無文字 這個都是模式 求菩薩道的三男子三女人 用文字來書寫波爾波爾蜜 自己執著 我在寫波爾 我抄寫很多的波爾經 那這樣的執著也是菩薩的模式 為什麼呢 因為波爾波爾蜜 他是無文字像 那五度 也都沒有文字像 色受想形式 也是沒有文字像 乃以至一切種字 也都沒有文字 所以不要執著文字像 如果執著文字像 那就跟波爾不相應 就會妨礙 波爾智慧的生氣 妨礙波爾的實相 從這個意義來說 那是菩薩模式 如果求菩薩道的三男子三女人 執著無文字的波爾波爾蜜 乃至執著無文字的一切種字 他又執著另外一邊了 執著沒有文字 這個也是菩薩模式 那書寫不能成就是菩薩模式 那讀誦解說正義念如說行 如果有所障礙 這個都是菩薩模式 第七 書寫波爾乃至修行波爾的時候 產生種種的雜念 這個也是菩薩的模式 當他在書寫波爾的時候 他突然想 這個地方的國度不安穩 我想要到別的地方去 或者說這個村落 或者是這個都城 城鎮 或者這個方處 可能會有飢荒 那我要轉移陣地 到別的地方去 因為這樣的緣故 讓書寫波爾經 造成中斷 造成書寫波爾經的中斷 不能成就 這個都是模式 或者聽聞有人毀謗他的師父 他想要幫助師父 除去種種的惡名 而捨棄的波爾 這個也是模式 或者他想念父母親 兄弟姐妹 或者親屬靈禮 而捨棄波爾 這個也是模式 或者是念 惡賊 或者是惡人 詹陀羅 這是惡人 而產生恐怖的心 或者念眾女淫女 產生歎意的心 而中斷 波爾的書寫 學習 像這樣子種種 雜念 造成了阻礙 這是都是他自己想的 結果呢 惡魔 他是 加油添醋 山峰起火 又更增強他這些雜念 破壞他書寫波爾波爾蜜 破壞他讀誦 解說正義念如說修行 這些就是菩薩的模式 第八 頓根人 他貪著力養 有的人他為了得到好名聲 得到人家的恭敬布施供養 貪著衣服飲食 握具衣藥 種種樂趣 書寫 書寫波爾經 或是受詞讀誦 等等 卻愛著 這些力養 貪著力養 不能夠寫成波爾波羅蜜 乃之不能正義念波爾波羅蜜 這個都是菩薩模式 第九 第九 無方便人 他執著 魔給予二聖經 這 魔 他給 這菩薩 二聖經 勸他捨波爾 這個也是模式 有求佛道的善男子善女人 他這樣書寫波爾經 乃至如說修行的時候 惡魔 拿著二聖經典給菩薩 如果 這個菩薩有方便力的話 他不會貪著 這些二聖經 因為他知道 這些二聖經 不能夠引導人 成就佛的一切智 一切種智 可是沒有方便的菩薩 他就捨棄了聖波爾 而取著這二聖經 佛於波爾經中 廣說菩薩方便道 而菩薩應當 從波爾中 來求這些 菩薩道 來圓滿佛功德 而求菩薩道的善男子善女人 卻捨棄深波爾 而於 魔所給予他的二聖經 來求方便道 那是不能夠成就佛的一切種智 因為不能成就佛的一切種智 造成修學波爾 造成成就無上不理的障礙 從這個意義來說 是菩薩模式 接著我們看論的解說 學一經 而捨波爾經 等 就是有人於聲文法中受戒學法 他開始或許 只是接受這個聲文經律論 都沒有聽過大聖波爾 或許有的人在別的地方有聽聞波爾 聽是聽 但是他卻深深地 愛卓他原來所學的這些聲文法 捨棄波爾波爾密 於他先所學的這些二聖經律論中 想要求佛的一切種智 那有的聲文弟子 或許有得到波爾經 可是卻不知道他的意義 不知道他的深意 不知道他的止趣 不得知味 以聲文經來行菩薩道 有人是聲文弟子 得波爾經 想要信授 波爾 不過其他的聲文的人 來破壞他 告訴他 這個波爾經 前後講的不相應 有時候講的不一致 而且他沒有決定向 讓人家無所侍從 你最好捨棄捨棄他 捨棄波爾經 反而勸他說 這聲文法中 什麼都有 你要修六度嘛 在六祖阿比坦 還有他的註解 註解書裡面 都可以看到 是這些論點 阿比達摩論點 在分別諸法下 如果能夠了解 那就是波爾波羅蜜 六祖阿比達 這個如角株一三四 這個都是書以借有部的論書 所以六度裡面 認為說這些聲文的論點 就有波爾了 那斯魯波羅蜜 這個在八十步律也有啦 有聲文部派 還有食宋律 四分律 八十步律等等 各部派都有他的 比奈爺也 也就是他的律障 他認為這就可以修學 齒戒波羅蜜 還有阿比坦 有分別 禪解脫三昧 裡面如果好好修學 就可以得到禪波羅蜜 還有三藏的本身 有讚嘆解脫 裡面還有談到布施 忍入精進 所以 這些波羅蜜也可以具足 所以有人 他就認為 我們的聲文經歷論 就可以學得六度 你為什麼還要去 去學波羅蜜 有人就相信 而捨棄 波羅蜜 於聲文經中 想要求得佛的一切種誌 底下是屁育 如果這樣的捨棄波羅蜜 就像本來想要得到堅固 很堅實的好木材 可是卻捨棄 只是去找枝葉 捨棄的根本 卻去找枝葉 這些枝葉 雖是慕名而不堪用 沒有大用 波爾波羅蜜是三藏的根本 得波爾波羅蜜為度眾生 來縮於一釋 來縮於一釋 波爾是根本 其他的布施等等 為了度化眾生 這是還算是 比較其次的 這是枝葉 所以應該先掌握根本 根本就是波爾 波爾 父次聲文經中 雖然也有提到諸法史相 可是 不是很清楚明白 而波爾經中 分明顯現 一見一得 如果有人攀援枝葉 他就容易墮落 如果桌 骨幹 就堅固 不會掉落 如果執著聲文經 就墮小聖 如果受此波爾經 就容易得無上道 所以 有的人捨本逐末 就像捨根經 而取枝葉一樣 外人又問 三十七道品三解脫門 波爾經也有提到 為什麼前面 再說 提到三十七道品三解脫門 這些是聲文相應經 好 論主回答 大聖 雖然有 談三十七道品三解脫門 但是 這些是共三聖法 三十七道品三解脫門 是共三聖法 大聖雖然談這些 但是要三心俱足 第一個 我們照論的順序 它是要以必盡空的智慧和合 心無執著 這樣子 以必盡空來修學 三十七道品三解脫門 那才是大聖 第二個 要不捨 菩提願 就不捨 一切智 智智的心 不捨一切智智相應 作意 這是大聖的信願 上求菩提的信願 我們要跟 菩提心相應 來學三十七道品三解脫門 還有大悲心 所以如果以三心來相應修學三十七道品三解脫門 那又為一切中心解說 不但是以三心來修學 也為中心解說 那是不一樣的 但是聖文經不一樣 它沒有廣觀一切法空 它也不是為了求佛的一些種子 它是為了小聖正的涅槃解脫 復次菩薩行波爾波羅蜜故 能夠成就世間出世間的一切善法 所以菩薩想要求佛應當要修學波爾波羅蜜 譬如狗為主人看門 那應當從主人那邊來要食物 可是它反而從仆人、奴婢、客人那邊來索取食物 菩薩也是一樣 應當要求佛樂 不要求聖文經 那狗就像譬如菩薩行者 波爾波羅蜜譬如主人 那狗要向主人要食物的意思就是說 行者應當要學波爾 波爾中有種種的利益 可是他捨棄波爾而求余經 反而跟客人、仆人要食物一樣 那佛為了令這個義理 淺顯意見又說了很多的譬喻 如象或象的足跡、大海還有牛的足跡 第四殿跟瑞宮殿相比 轉成聖王跟小國王、吳教寶跟水晶珠 捨棄珍貴的去求知末的 這個就不對了 就不聰明 底下問曰 五玉生五蓋 五玉就是色生香味醋 灘佐這個色生香味醋 這是五玉 灘佐這個五玉 它會生五蓋 五蓋就是灘玉 稱慧、睡眠、吊舉 還有疑、懷疑 因為它會覆蓋我們清淨、心 沒有辦法開發、定慧 因為五蓋它覆蓋了我們的智慧 不應該勒說 這在講什麼呢? 我們請看講義 1936頁 這裡其實是在回答第五項 勒說不如法事 就三男子三女人在書寫生波爾經的時候 他卻勒說不如法事 他勒說什麼呢? 勒說色生香味醋 這個就是五玉 色生香味醋就是五玉 勒說五玉、法、戒、定、六度 三男其他病乃至五雙骨體 外人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色生香味醋這五玉 因為灘佐五玉 會障礙我們的智慧 容易隱身五蓋 你不勒說色生香味醋 這是OK的 這是合理的 但是 如果他勒說 如果他勒說 磁界藏定 六度 善氣道病 乃至無上補底 這有什麼不好嗎? 六度這些都是初世間法 幫助我們修學這些善法有什麼不好呢? 為什麼勒說這些六度 你卻說他是勒說不如法式呢 這是外人的提問 好 論主回答 這裡所說的不如法 倒不是說六度不好 而是他不如般若實相 般若實相是空相 是畢竟空 他沒有體悟畢竟空 執著種種相 就沒有跟般若相合 般若實相中 他沒有一個決定的相 無定相法 雲何可樂說 如果有決定相 那你就會心著樂說 而諸佛 即菩薩以大悲心為眾生說法 他是不執著語言 他是用無所得為方便 他取相不如法 所以以取卓心 以展卓心 來取卓 又成像乃至 取卓無上普提 那就是不如法 第六 以波爾 執著無所有 執著文字或執著無文字 都是模式 我以為 波爾波羅蜜畢竟空無所有 不可書寫 不可書寫讀宋 這是講十相波爾 十相波爾 他沒有文字相 沒有語言相 那如果他不可書寫 就不會有膜來擾亂 什麼的 打曰 畢竟空無所有 也不是 波爾波羅蜜像 這個地方留意喔 波爾像 他其實什麼像都不能執著 你不能反而執著說 他有一個必經空像 他有一個無所有像 那如果反而取卓 是必經空像 取卓他是無所有像 那也不是真正的波爾 始終說 若世人知無所有 又取卓了無所有 那以為他就是波爾像 那就是模式 如果用文字來書寫波爾經 他自己 取卓說 我在寫波爾經 有這樣執著的心 那就是模式 若人知 波爾波羅蜜像 而以不執著的心 來書寫 讀宋等 那如果有人來破壞 那就是破波爾波羅蜜 複次 內有煩惱魔 外有天子魔 這二是因緣 的緣故 而令 波爾波羅蜜書寫不成 乃至不能正義念 如說修行 而破壞了波爾波羅蜜 底下就是在解釋 書寫波爾 乃至正修行的時候 他起了種種的雜念 念起 他起了一個信念 認為這個地方的國土不安穩 另外一個國土比較風樂 或者是這個地方的 村莊 城鎮 方處 不安樂我要到別的地方去 或者聽聞有人毀謹他的師長 他想要捨 波爾波羅蜜 想要幫助師父 除去惡民 或者聽聞父母疾病 乃至 遇到 官府 訴訟官司 種種 而讓 波爾修行產生障礙 或者念惡賊恐怖 想要 到別的地方 詹陀羅 詹陀羅是惡人 他包含很廣的屠夫 忠種惡人 等等 與 惡賊 或者是詹陀羅共住 容易產生 嗔恨心 與引禮共住 容易 發 淫欲的心 起這些種種的雜念 就會破壞波爾波羅蜜 所以菩薩應當覺知 不要起這種種種雜念 默念 默說 好 再來 頓根人 酌利養 如果書寫波爾的時候 有頓根 有人對他很恭敬 對他 很豐厚的供養 他貪著了 自己想 我因為能寫波爾 我能夠行波爾 所以能夠得到 這麼多的供養 貪著這些 恭敬利養 那就是摩世 最後 無方便人 貪著 給予他的二聖經 卻捨棄了 根本的波爾波羅蜜經 捨棄了根本的波爾經 那就是摩世 或有利根者 這利根是跟前面的頓根相對 其實他也不是真正的利根 前面的頓根是他貪著世間的樂 這個的利根 他是不貪著世間樂 他是想修行 那摩 他就這樣想 這菩薩不貪著世間樂 他一心想要 受止波爾 這個人不容易破壞 那我要怎麼破壞他呢 那我就 給他二聖經 聖文經典 讓他退轉大聖 來學小聖 讓他變成阿羅漢 所以這個利根是跟前面貪著世間樂的頓根相比 並不是真正的利根 佛說 聖文經雖然生 也不應該貪著 就好像這個燒得很熱的金丸 金子雖然很好 也很好看 但是你如果貪著 那就會燒手 如果菩薩 無方便 不大利根 這個就是 不大利根 他沒有方便利 他得到了這個二聖經 很歡喜 他說這個 二聖經有談空無向無作 三起托門能夠 救盡 忠祢的苦 有什麼法 有什麼經典還超過他嗎 結果他就貪著了二聖經 捨棄了 布爾伯密 那就是摩世了 可以故此中 佛說姻緣 於布爾中 廣說 諸菩薩 方便道 所謂方便道就是 他雖然 知道二聖 二聖法 可是 他也 也學 但是他不正二聖 的解脫 不急著正二聖的內盤 他反而以大悲心來行 三解脫門 譬如 以書 他混合著讀 這個讀 的 力士就會 可以 消減 不能夠害人 波爾伯羅密也是一樣 菩薩與波爾中 求無上菩提 這個就像書一樣 容易得到 如果 其他的經 那就比較困難 不容易成就無上道 就好像只是 吃這個毒 沒有吃書 所以不應該從 《生文經》中 求菩薩道 好 我們今天就 先講到這裡 謝謝